世界上還有很多東西你聞所未聞 好像十四樓養的海鮮, 你聽過沒有? 我只聽過十五樓養的牛牛 我身後就是一座工業大廈 別以為我帶大家去工廠 其實內有乾坤 聽說這裡的十四樓養了一些貴價海鮮 十五樓的牛牛, 大家都聽得多了 十四樓的魚魚, 大家聽過沒有? 我也是第一次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好, 導師來了 你好, 你好, 丹丹 歡迎, 歡迎你 其實這裡是一間澳洲公司的海水魚養殖場 佔地成三千呎, 專門養老鼠斑和東星斑 為食肆提供貨源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養的都是貴價海鮮呢? 所以養魚的人都特別斯文 話說回來, 平時很少見在這麼高有室內的地方養魚 究竟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今天大自然捉魚很多時候會影響生態 另外一方面, 那些魚很多時候會有雪茄毒 有一些金屬或者有很多不同的噴露 我們想用一個室內的環境 能夠控制那個生態 以至到那些魚能夠吃一些好的東西 可以保持它的健康 那個質量就會最好了 這裡一共有兩個直徑沙米 深一米的大魚缸 每個魚缸各自養了一噸魚 在我手上的就是老鼠斑的魚苗 牠身長大概六公分左右 牠們要養到八至十個月 才會去到一斤重左右 像牠們那樣大, 怎能拿出去買的 而牠們吃的全都是這些純天然的魚糧 很健康的 至於魚缸的海水從哪裡來的呢? 原來是由魚類統盈處提供海水 不過一次就可以了 因為負責人說這裡像有海水再循環水襯系統 會把海水裡面魚的糞便和雜質過濾 那海水就可以循環再用了 而這個水質機 就用來監測水的成分、溫度 減低水質出現問題的機會 雖然有全副裝備 但是深海的魚平時鑄開深海的 為什麼換成一些大水缸 會不會不習慣呢? 這個也不會的 因為我們正在控制深海的生態環境 無論是光線、水溫、水流 牠吃的魚糧 我們都能控制 所以牠會更加在這個環境裡成長得好 其實不管怎樣養都好了 說到底最重要的是斑好味 你先讓我試試 老闆, 我就要這條了